今天呢 我们要看的呢 就是暗黑占谱啦 什么叫暗黑占谱 就是去剖析他的内心对你的真诚度 或者是对你的暗黑程度 我们最害怕 这个人到底对我是不是真心的 现在的社会真的是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这颗真心能维持多久 想发现大家喜欢看 程度多久的时间 所以我现在尽量的都把这种时间性 跟这种真诚度有几分 都把你们列的清清楚楚 让你们去好好的去判定 那我们说一个人 我们都会很希望他真心的对我 可是有时候你们真心的付出 却没有得到一种回馈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 现在社会真的是太过于动荡 其实资讯爆炸的情况诈骗有多 所以宇宙要相来告诉你 送给恋爱中毫无安全感的你们 你们要明白 你总是患得患失 其实就是因为失去对方 你会感觉到非常的害怕 所以有时候我们 为了去证明对方 对自己的真诚跟真心度 甚至他这句话的 有没有谎言的程度 你是不是会不断的去试探对方 挑战对方的底线 所以导致于有时候 你只是要确定你对我的爱情有多少 而触犯到他的地雷 才爆了以后 就发现爱可能就很难再挽回了 因为我们没有用最好的自己去对待爱的人 什么叫最好的自己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 你要对自己的任何的事情 你会觉得你是值得被爱的 今天我们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值得被人家爱 所以导致于我们会有一种猜疑的心 可是人你有直觉 对方也是有直觉的好吗 他会感受到你对他的怀疑 你对他的试探 那反而就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所以我们今天要爱彼此下去 不是应该要把自己真实的最好呈现给对方吗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爱情就是用骗来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保持这个恋爱的感觉或新鲜感 确实可能要把你的坏情绪先藏起来哦 用最坏的自己去考验对方是否爱你 他是会发现的哦 所以三天两头就会因为一些小事吵架 最后磨光了是对方对你的爱跟耐心 所以你有没有发现 有时候你们不是真的就是有问题 而是只是你想要去透过一些小事去证明他对你的爱 所以就钻牛角尖闹 宇宙说不要好吗 因为这确实会磨光对方对你的爱 你如果每天想着对方是否真的适合自己吗 还会遇到更好的吗 为什么别人的另外一半比较好 你会一直说那你对这段爱其实不够于专注哦 因为你想要都是那一种 除了 除了你们以外的事情然后去来做比较跟批判 那请不要哦 因为爱情要够专注 你双眼只有他真心为他好好关心他 这就够了 其他的那些别人的比较 或者是那一种我会不会比较更好的啦 这都是心圆意嘛三心恶意好吗 肯定也得不到这双的回馈跟回礼 所以少一点怨气少一点无理取闹 你们的爱情就会往越来越好的方向前进 你记得两个人在一起是为了彼此有依靠跟疼爱 不是要去受委屈 一个枕头的眼泪跟来附去的想你 你说值不值得这一个人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与其主动的去制造一些问题来看他对你真心 不如我们先用塔罗拍来看一下对你的真心程度有多高 那这种感情能多长 你再去缓一缓 因为很多确实很多的感情是需要磨合 最后面来看适不适合 可是你跟他之间的感情的建立还不够深 你透过了不断的磨合 那确实还来不及说适不适合就先离开 好 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想天天更新疗愈你的心 欢迎订阅起来 那我们接牌 我们来看一下你所想的那一个人 他多于你的真诚程度 更可以跟你想处的多久了 看一下 那符文师牌卡有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他通常都带于祝福 所以如果连符文师牌卡都还抽签不好的牌 这种感情就糟糕了 这个人非常人会碎碎念 他跟你之间像家人一样的情感 亲情友情爱情呢 都是在你们身上 那确确实实 你们他对于你的真诚数是百分之十二万福特的关心跟关怀 只不过你喜欢他的 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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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碎碎念 那我们来看他跟你之间的感情还会有多久 你们是一个冰风暴跟一个冰冻 你们两个人的感情 确实我们说会走到一个不上不下的关系 什么叫不上不下的关系 经过了各种的风暴跟冰冻 你们两个人会重新的连结 再重新的连结 可是最后面你们是会朝向幸福 方便前进 确实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会经过很多的力竞苍苍 所有的轰轰烈烈 争吵了再和好 争吵了再和好 可是感情很奇怪 吵得再怎么凶 突然间在重新的见面的时候 又感觉一见如果 原因是什么 因为宇宙要跟你们说 你们就是前世今生家人的缘分 超级深 这张牌代表的是亲情 友情跟爱情的牌卡 那无用至于也就代表说 你们两个人真诚的程度 已经到了爱情亲情友情 各种珍贵的友情情感交流 也就代表你们是互相依存的 所以你们有12万的福特 是真诚的相待 甚至人是不可以单独生活的 所以你们两个人情感交流 对于彼此非常重要 所以他只有透过你的交流的时候 他都会很真心跟真诚的去告诉 于你们想要解决的事情 他甚至会给你最人生中 最诚恳最公道的建议 甚至于来自于彼此的结束 或者是他人的资讯 所以当你有问题的时候 你确实是可以跟这一个人聊聊 那你想一下 你对于他这种情感的限制 如果你不愿意跟他同步的 付出这种真诚 那你们两个感情会陷入一个交着 那如果有分手锻炼的人 宇宙就会告诉你 为什么你们今天会停留在这里 你有同等的去相信他跟信任他 或者是跟他身边的家人朋友们 真正的情感交流 因为这个是相互依存的牌 也就是代表说这是一个大家庭 你要进入到他的朋友圈 家庭圈跟所有的圈子 你们两个人才能够勇敢的 继续的下去 他也会无所畏惧的 来去跟你做一个相遇 为什么 他的真诚度是一种善意 甚至于超越情感的限制 也就是代表说 如果说这个人他 我们不是这一样的关系 如果他已经不愿意跟你在一起了 可是你希望要的是爱情 那他确实不能给你 因为我说了 你们两个之间是超越情感的限制 会比较像升华成家人 或者是升华成另外一种 灵魂的相伴的前伴 他并不会说是只停留在一种关系 纯爱情 或者是纯什么东西 他没有那么的纯粹 可是不纯粹不代表是一种不善良 而是放眼望去 他觉得 你们两个人也许当不成爱了 看着可以当成朋友 当不成朋友 可是可以更升华成家人 亲密朋友的关系 他是一种升华的 他没有办法被局限于在哪里 所以你确实要用那种开放式 他是一种对于你是情感的真正的那一种付出 而且真诚 这是一个家庭牌 来 亲情友情爱情家庭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真的是密如家人般的关系 是彼此可以解决家庭的课题 好 只要你们愿意谈成不空 不论说你们之间有没有认识他的家人朋友 亲戚之类的 你如果愿意能够让他打开心房 他愿意真诚的去说出他的事情 愿意相信他 甚至协助他 消除他心中的那些疑惑或是难过 那确实你跟他之间就是家人跟亲情般的一种缘分 那也就代表说你们两个人在经历的是家庭的课题 所以你们两个人会走向婚姻的程度 达到九十九八 那再来如果没有走上这一个婚姻的路 你们未来也会像家人一样 你们的家人朋友一定会有所连结 一定会有所联系的长长久久的下去 所以只要你愿意你们两个人之间 未来那种家人的姻缘是非常的强烈的 你们未来也会像家人一般的亲密 关系亲密 甚至于你们两个人确实一辈子都不会断 所以这就是我告诉你 他对你有多真诚 来十二万福特 那你们有人会说他就骗我啊什么之类 我就会说了 十二万福特来自于善意的一个调节 那确实他对你的真诚度是非常的高 可是他真心可以维持多久一辈子 那我就要来 我就说了你们会有很多的暴风雪出现 你们会有很多的冷淡期 封锁期卡住的这种冰洞 蝙蝠在这个洞里面 上面是一种冰砖 把它给冻住了 它在冬面 确实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很多的大风暴 来自一个蝎子 那确实你们两个一吵架以后 哇塞 那一个那种蝎子的尾巴带着刺 这个刺是有毒的 你就要明白 你们两个人当吵架的时候 毫不予意的都会攻击对方 我们说当一个人 最容易为什么人而去做出心狠的话 就是最亲密跟最爱自己的人 所以你说你们两个关系 有多么的紧密跟复杂 你们两个人确实每一次的吵架的时候 是在激发你们成长的 冰暴跟飓风都是北欧国度最常出现的天然灾害 代表是一种限制的延迟 任何计划都被耽搁 确实如果你要跟它做突破 你们只能什么 来以等待的心去等待这个暴风雪的结束 原因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要展开一个计划 或者想要进入到任何关系 你们有很多外界的阻碍 环境的变化 导致于你们的关系是不上不下 所以现在不会是进行任何计划的好时机 原因是什么 你们两个人只能顺其自然 因为北欧人在寒冬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在暴风雨前的时候去进行狩猎 或者是得到任何的资源 像我就会看一些有种学人 他们在 我忘记是什么人种了 他是探讨一种远古世纪的人类 他们如何在那种北极圈那边 那一边生存 他们要去狩猎海报 用海报的油去点那个灯 慢慢的去把沙丁鱼什么 每天只能吃一小块储存粮食 甚至要一直移居 然后时间到了 暴风雨停了 他们做的动作是向外去移居 顺便去捕获食物 再盖新的那种血污 那你们现在的状况就是我说的 在狩猎之前 在去寻找海报之前 在去做一个搬迁之前 你们必须要等这个暴风雨的结束 所以他们在冰灶里面的时候 他们的温度是外面是零下80度 可是他透过那种一点点的那种海报的灯 有灯很小很小 让他的冰灶里面达到 升高到室温的零下30几度 所以他们还是很冷的 那你要明白 确实你们会有无数的经历 这一种必须要暂停手中的喜欢 等待这个暴风雨的结束 那来自于外界你没有办法去做的 那为什么我要讲暴风雪 让你们这么的贴切 就是人类终究的力量有限 不可抗的因素太多 那你们两个人确实会经历很多的暴风雪 所以宇宙要说 把你们相爱的节奏放慢一点 才能爱的长久 所以你们是一辈子 其实你真的是可以的 慢慢喜欢彼此的一切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每个人都很着急 急着去爱 急着去恨 然后又仓促的分道扬镳 宇宙说你们不要仓促的分道扬镳 你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 我刚才说的 就是把相爱的节奏放慢一点 你们的爱才能长长久久 所以这张牌代表的是一种喜悦 所以你要明白 这种暴风雨之后 你可以感觉到愉快 会让你知道生活如何的丰富 跟追求完美 你们两个人将会有一个幸福完美 成功喜悦的一种的结局 来我问你说真不真心 喜悦牌又告诉你 这一段感情超真心的 你们是为了彼此的理想努力的活下来的 将你的担忧放下 你就会只留下快乐 所以你跟这一个人继续快乐下去 你的真诚会得到礼物 付出会有所回馈 所以呢 真诚度12万伏特 好 那中间的那一些乱糟糟的 阿里不达的事情 台语就是那种有的没有的乱七八糟的事 你就把它当作一种暴风雪 它终究是会过去的 然后过去之后你们两个人会朝向哪里 真诚的成功的奔向那种喜悦的一个幸福 你看这个白马就这样子冲过来了 这一张牌代表了忠诚度 也就是代表 只要你们通过许多的考验 马式移动跟前移 确实你们会有分合的能量 甚至断断开开的 吵架再次进行做结合 这个承动的力量会导致于你们两个人之间 来忠诚度12万伏特 就重新来讲你们的真心一辈子 恭喜你 拍手拍起来 点赞点起来 分享分起来 看看你朋友有没有让你抽到这么真心的牌卡 再来就是最棒的 这是有史以来应该最棒的一个牌 好 好不好 喜欢我的占卜记得给我一赞 想天天心感受于你的心 记得 如果这一牌还没有办法解决问题 记得记得记得 下期日用 接受大家良善的回馈 当然也良善的付出 留言加订阅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一次 免费就是免费 20分以内不信用问题随你问 好吗 那当然你已经使用了 因为真的 无论如何记得 追踪Instagram跟Facebook 此地一定会有免费的占卜 不用迟疑 再来就是如果你有经济条件许可 想要就是大家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也想要赞助 记得小额的赞助加入会员频道 然后相会给你抢先看到我预录的新片 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我们来看一下呢 你所想的那个人对你人生的 忠诚程度有几分 真诚 然后真心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他跟你之间的真心 他可以停留多久 一辈子还是一下子 还是说一秒钟 好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很骚气 急的去爱 急的去恨 然后又会参促的分 道仰镖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他对于你的忠诚程度 我跟你说 他对于你的忠诚程度 其实是有60分的真心 原因来自于什么 你对我付出 我对你关怀 我们可以得到平等的回馈 可是他这个人 他有一种我们说 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干嘛 所以他会因应他人生中的一个状态 而去导致于 他觉得说今天要跟你走向哪里 所以他是不可预测 所以你就会觉得他忽嫩忽嫩的程度很强 是很正常的 可是确实他有想要跟你一个长久的关系 有 哎呦我摆个位置 排卡比较多 对比较大 可是你们两个人会经历的状况是什么 就是吵架 甚至于你说能够天长地久吗 我这一边看得出来 可能不会到天堂地久 可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会有因为第三者 而导致于你们两个的关系分开 所以呢 这一个人对于你的忠诚程度在于 此时此刻 你可以为他的人生付出多少 他要的是什么 他要的就是一种相伴 你看从小朋友 然后跟这个狗狗一起陪伴成长之后 两个人都到了一个年纪 这是一路路走来 所以你们两个人要是一种关心 跟关怀的陪伴 他一定想要的是什么 为什么我说六十分 因为他想要跟你这个关系是 我们一辈子的好朋友 一辈子的关系关怀 何必那么紧 因为其实你们还有长长的一生 没有那么赶时间 但是呢 你们两个关系 再没有第三者出现的时候 你们可以到达他所想要的 一起相伴到老一辈子 可是如果说你们身边有第三者出现 那很遗憾的必须的说 经过一段时间以后 他还能继续留在你身边吗 所以你们两个人会经历的是什么 第三者能量的介入 导致你们的关系能不能继续下去 那就会来自于你们怎么去面对 为什么会说怎么去面对 这边有成功 也有痛苦 所以来自于说 当你们面对于第三者的出现的时候 你们的内心程度 你能够突破这个关卡吗 你能够让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的未来是嘲笑一个更好的方向吗 如果不行 那很遗憾这段关系 我们就必须得要我说的分道扬镳 那如果说你有突破 那确实这段关系 你们会走向成功牌 那他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 他对你的真诚 为什么达到60分 因为他会不断的回想你们曾经的过去快乐的回忆 甚至这一些回忆会反映在他的生活 他可能走到哪 突然间看到这个榕树 就想到曾经你跟他在这个榕树下 路过的一种场景跟所说的话 甚至于如果说他未来遇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他唯有回忆跟你之间的快乐 才能够逃避过去 那如果他有原生家庭的问题 他曾经是受虐的小孩 或者是在哪里不开心不快乐 或者是前任之类的 你确实陪伴他人生都是来到一种快乐的模式 让他逃避过去 所以这一个人要你身上得到的是什么 来 让香来呼唤你的小名 玛利亚 来 他就是觉得你要当他人生中的玛利亚 你要有一点点善良 有一点词诞 要好好的善待他 你在他的人生中 他要你的位置是什么 获得他内心的平静 你的意图要善良的 所以你要学会分享你的关系 跟对他的关怀 所以他在你身上他想要得到一种天真 他想要在你的怀里 说宝贝宠我 他想要你把他宠成一种像小孩子的能量 得到开心跟满足 如果说今天以一种能量学来说 就是爸爸妈妈爱小孩 或者是姐姐疼爱弟弟 或者是哥哥疼爱妹妹的那一种的状态 所以你可以说他幼稚确实 如果说他在外面很成熟 他愿意在你的怀里 当一个任性的小孩 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 你会明白一件事 他跟你之间想要充满的都是喜悦跟童年的回忆 甚至于家庭的氛围 所以他也是想要帮你当作一种老朋友 或是亲朋好友那种团聚的感觉 可以很明显 你是他逃避暴风雪的幸福的一种避风感 他希望在你这边可以找到的是一种舒适跟安全感 甚至于当他觉得他人生太过于困顿的时候 也许他也以为他已经失去了过去的幸福 可是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关心他的人 你足智多猛 他希望你们两个人彼此都是一天真的模式 教导是生活的开心跟喜悦跟温情 而不是去制造一些困难 或者是你逼他什么 因为他想要跟你这件事 你来帮助他驱逐焦虑 避免他人生有消极的思维 好那因为抽牌的人 你会来找香的 蛮多都是分手断年的人来看 那你说旧爱会不会腐烂 答案是yes的 你跟他之间 确实他会停留在美好的记忆 只要你不要再去有那种 攻击他的不好 然后提起以前的回忆 你们两个人有机会再重新的相聚 我告诉你 宇宙说 单身的前提 如果他没有其他人什么什么的 就不适用于这个牌卡 在他单身的情况下 或者是他跟他现任已经分手的情况下 他会重新的计划跟你以前的相聚 给你们关系第二次机会 听起来 有没有突然间很想摔桌子摔椅子 好原因 也就是代表说在他有没有任何班女的情况下 你又是他重新停靠的那一个港湾好吗 好 好不好 所以不可预测 那为什么不可预测 因为他的人生还想要再去追寻那一些刺激跟冒险 所以这个牌就会在后面 你跟他的真诚度 有没有到达到一辈子 这边说一辈子 有真诚 可是又不可预测 只要有外物的这种外界的力量 他受不了优惑 他就跑了 你有没有办法挽留住这个人 因为太多人跟相说 我就是要硬抓住这个人 抓不住 他都鱼人牌了 你怎么可以企图抓住一个连他自己都布置到要什么的人 对不对 你给他的那种目标 反而他会跟你说 你为什么要绑住我 为什么你要架空我 为什么要控制我 你可能看到了说 我就是担心你 你现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没有 一个不知道自己干嘛的人 你越是绑住他 他觉得你越是绑住他 因为那都不是他所要 他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经过了很多的时间 他才能够知道 你一直如果留在他身边 你才是他最想要的人 因为你见过了他所有的模样 依旧还是他觉得喜欢的人 你们才算是适合 所以你们这段感情确实要有那种 波波折折 所以忠诚度只有60分 因为唯一的40分叫不可预测 这张牌叫做 不可预测这一个人 他到底还要的是什么结果 跟你之间 那我说了 只要你们有经过三者的能量 再重新的回归 就会提升到忠诚度80分 那你说是一辈子吗 也可以一辈子 但也可以是 见到了 有别人 他的真心就变一下子 所以呢 这一个人 确确实实的 你说你们两个的感情 可以经历得出这种时间的考验吗 经过了这第三者的欺骗吗 当你们决定要彼此共度于生的时候 那你们两个人就不会在这些 这些外物的第三者的能量中走散 原因是什么 你一定要让自己每一次的提升 然后让自己变得更好 那与其就是切心的求于这一个人赶快来在意你 你忽略了一个看不到的目标 你应该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要记得你越着急对象感情越得不到 因为我说的他要的是一种宽容 跟他不可预测 所以你的等待期会非常的长 那确实 只要你越是急于对方对你负责 那他就会变相的怎样 因为鱼人牌 他就会更不想负责 可是如果你没有那么急 时间久了以后 他觉得你没有那么急躁 那他就会 就会跟你之间的关系 就经得起时间考验 你是他共度于生的人 可是如果你太过于急躁 那他就急于分手 因为没有人会喜欢上急着投胎的爱情 因为那不叫享受 所以这一个人对于爱情是有享受的 甚至是不想要痛苦的 那你要记得 你们是痛苦与开心中交织 反反复复的附和跟分手 都来自于 他的感情 只要有了另外一个人 他就会开始欺骗 所以当他开始骗你 会变得不真诚的时候 你就要明白他有别人了 可是当他很真诚的时候 他现在就只有你 所以呢 这一个人跟你之间的情感 如果硬要说 你们可能也会纠葛着十来年 至少六年以上 那断断续续的 所以你们会说 我现在跟他分手断练之后 会不会有再延续 有啊 我说了 会重拾旧友的回忆 然后重新转换到你身边 什么时候 等他的外面的人断了以后 你就是他最好的避风 是不是 玛利亚 好 OK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赞 如果你很愤愤说 我就不是玛利亚 那你也留个言 让那个 香知道 你不是玛利亚 好 好 我们有多圣母两个字 不然会以为是帮庸的 OK 好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赞 向天赢更新疗 你的心记得 有经历困难的人 绝对不用害羞 香油开放免费占卜 帮你们解货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免费的占卜 时间内就是免费 不限任何问题 乖 来就大大方方的截图给我 不用问太多 也不用跟我讲太多 我们就是直接针对问题 来真正的解货 不浪费时间 那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你还是一样问题层出不穷的 一直的产生 最终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在指定时间 我一定会有免费的占卜 领取 也是不限问题 只要你们讲就好了 但问题因为多了 一次我占卜就上百个了 我们必须还是要有条有利 我还是会耐心的跟你们 抓住重点的分析 那再来 香的良善呢 帮助很多人 那也感谢蛮多人 愿意赞助香香 加入会员频道 我们小额赞助 让香却帮助更多人 当然了也就是让大家就更加的成长跟着张 这都是一个展功德 我们一起加油好吗 那我们明天见 我们来看一下 都已经是独角兽牌卡了 还能抽到不真诚的牌 这真的是要不得 但还没抽 不要我们说未占 就先给结果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你所想的那个人 他对你的真诚度 真诚的程度 真心的程度有多少 所以后面再来看说 你们他能够真心多久了 我们来看一下 不论说是分手锻炼都可以啦 因为香还是会讲得很清楚 来 热情度 他对你确实是一开始的那种热情 蓝蓝之火的燃烧哦 所以你们一定会很常遇到什么 一见钟情的牌卡 见到你 他就狐击的跟什么一样 像三道猴子一样 拼命的油门就吹到了180公里哦 的狂妄 来 这个魔法 我觉得他对于你的感情 Oh my god 我觉得你们就是那一种灵魂的相遇 前世今生的那一种的 莫名的连结的程度很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摆一下 他最后面跟你之间会多久 庆祝 想象 我告诉你们两个人之间 你们必须要保有幻想 才有办法让那个热情延续下去 不然他就会变成 一下子 那我们再来仔细的看 自由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关系 确实是很遗憾的是一种 一下子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你跟他这种爱情 就是希望彼此都是一直快乐 不论是跟谁 也就是代表说 这一个人热情与悲观 都是不冲突的哦 因为他确实看到你的时候 他是满满的那一种 我们说的热情方面的 一种的点亮 甚至于你可以说 你跟他之间 他一开始遇见你的时候 他就是那一种 你就是让他兴奋 他对于你的生活充满好奇 跟对于你充满着热情 如果你愿意的话 会不会觉得你是他人生中 一种令人兴奋的一种冒险 他甚至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不会觉得都无聊 他不会觉得不满足 他很享受跟你直接 你在他生活中的一种快乐 他甚至刚开始的时候 他觉得 yes 就是你跟他之间 你做任何事 他会跟你长开双臂 因为为什么 你点燃的是他 内心的那种激情之火 那如果说你没有开放性关系 你就很明白是哪方面的火 就是浴火 你让他是有勇气 去让他人生产生一种动力的人 甚至于呢 他觉得你有你的信仰 你也是他人生的信仰 让他走出这个世界的时候 他只知道 他跟你之间 笑得有多开心 跳舞有多开心 他想要跟你之间的是那一种 我们生命中抛下所有不开心的东西 朝向于跟你之间就可以做一个精彩的美好 他甚至于觉得说 跟你之间充满着热情 跟充满着内心的火焰 他就跟你在一起可以提升 他的生活的水平 甚至能量的水平 或者是说 他觉得跟你之间开心的运动 或是从事任何的东西 都会让热情度变得很高 所以热爱跟悲观并不冲突 因为他以前可能很消极 可是他看见你以后 他觉得生活非常的美好 所以你有某种程度有一种很厉害的一种 魔法魅 魔法的魅力来让他去感觉到生活就是不一样 可是这种东西他很容易是一下子 为什么 他没有办法去接受你的负面 他觉得你就像他人生这种魔术师一样 今天要什么东西都要变给他 也就代表说 他觉得你是他人生中的一个奇迹 甚至于他觉得你身上有一种正面能量 魔法都绕着你 跟你之间的感情 他会有觉得 他不会感觉到绝望 所以他刚开始确实对你很真诚 那一种真诚是来自于需要被保护跟隐藏的 他甚至会有一种误会 也就代表他梦没成为他刚开始看见你的时候 他人生有一种柔娇感 你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 你确实跟你说话 他会莫名其妙的疗愈到他自己的心 可是他在认识你的时候 其实他正迷失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 那也就是代表说 这一个人你跟他讲现实面 这双感情绝对扑面 除非你可以让他一直维持一辈子的粉红的泡泡 所以他的心盘里面会有天秤座跟巨蝎座跟双宇座的能量 他们的不安全感很重 他们需要有一个魔法师 给予他们一种绚丽的梦幻的世界 让他们待在粉红泡泡里面 不能戳破他 懂吗 为什么 我们生活有很多人来不及 扎眼就是一天回头就是一年 一转生就是一辈子 他确实是一种我们说只不在乎天长地久 只在乎此刻拥有 所以你跟他之间只能珍惜现在彼此的美好 所以一切是缓慢的前进 不能错破 你如果可以让他维持一直的快乐 不论在哪里跟谁 他会跟你是一辈子的原因为什么 来 这个魔法牌代表热情跟有那种憧憬 可是因为有魔法 就代表你要一直像魔术师一样 去包装这个美丽的梦 他是需要经过庆祝的来 这里就有个自由牌 那你就要明白一件事 所有拍卡里面看见自由 你就会知道这一个人 不想要负责 一顿感情不想要负责 你怎么去天长地久 那他刚开始对你是真诚 可是这一个真诚来自于 我们不谈现实面 我们只谈开心层面 那你可以接受吗 这个人没有办法现实面 因为他会觉得 他想要跟你之间 只要享受成功跟开心就好了 他希望每一件事情 美好的事情都走向他 那他觉得如果说 你能够持续的给他一些好运 跟他充满的激情跟快乐 用望都能实现 那他会跟你在一起一辈子 可是只能说这张牌卡 庆祝 我们说庆祝可以一辈子 是庆祝吗 不行 庆祝一定是有落差 一定是从低潮到高潮之后 你才会去做一个高潮的庆祝 所以就代表这是一个幸福的时刻 所以他会是一下子 那会有多久 我等一下再往下看说 到底有多久 那幸福是一刻钟的时间 在古代的一刻钟是15分钟 对不对 所以我们先看 肯定就是有超过15分钟的一个信任 这是一个意图 你身上可以给他什么 我刚才就说了 你可以满足于他心中想要的东西吗 他其实是有一个雷射板 你想要追求自己心里面欲望的人 你就是他遥不可及的事物来到了他的身边 可是呢 我就说了 他没有办法去接近那一个事实跟现实 所以确实他现在的状态 是会是一个比较胆怯跟软弱的状态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一个现实的 那你如果要陪伴他走向一辈子 确实你是他人生中一个无限可能的存在 他从来没有想过有这么美好的人 进入到他的人生跟闯入他的人生 甚至于你可以提高他人生中的最高的水平 让他意识到原来他可以去有更高的生活 所以我不知道他是跟你的世界有差距多么的大 你的出现让他觉得这是他遥不可及的人生 你让他人生充满着想象力 甚至于他设想一个新的现实 梦想 不说梦想一模一样 你让他的人生相信有无限可能的存在 他觉得你是他人生中非常神奇的 你让他相信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来自于他觉得跟你之间 你让他看到了一种奇迹 原因是什么 他发自内心的是爱你的 是真正的爱 可是这一个爱 我们说很多人喜欢你是因为你好看 有些人说是讲话机灵有趣跟好玩 可是不是 他这一些喜欢其实很简单 他对于你有所期待 他觉得你的未来会让他看见无限可能 甚至让他的人生可以梦想成真 所以呢如果流回宇宙 他会说你看到你以后 他人生可能曾经有梦想 你又勾结他人生的梦想 让他走得更高或更近 原本他就正在放弃了 可是你让他看到了一个更美的梦想 愿意去踏实实现 那有些人喜欢你是喜欢看见哭跟狼狈 因为确实有一些人比较折磨人 可是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他变得原本辛苦跟平凡的日子 因为你的出现 原本的那些不完美 或者是不愉快 都会变得所有的糖果跟肩膀 他想要往你身边靠 可是这一个人你有没有发现 他一直在你身上想要得到的是一种梦想 可是最后面他要得到的是自由 所以这一个人 是你可以相守西半的人吗 不行 因为为什么 一个没有办法跟你走向现实的人 他一直活在幻想之中 你就要明白 他现在生活了 他就是喜欢你的狂野 跟喜欢你给他的梦想跟期待 可是最终他会选择他的自由 他是一个拥有无限灵魂的牌 我们在时间序里面抽到了一个自由 所以他不能被捆绑 所以你跟他只能当当朋友 而不是一个吸手相伴一生的人 你们两个人终究会成为彼此的末路 最熟悉的一个陌生的 你要记得跟他之间 你不要太执着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反而要记住的是这一种幻想美好的回忆 确实呢 宇宙说 如果说你要抓住这个人是很难的 因为如果你要抓住他 会阻碍他人生中的梦想 你原本给他的那个梦想的萌芽 可是他却只在乎自己去玩他人生中的最高的那一种 最宇宙的梦想的殿堂飞去 他是一个自由的灵魂 凹翔在他的美妙的人生 他就不会再回头了 所以这一个人确实跟你之间的状态可能是一下子 那你说 我说最久就是三年了 就这样感情要走掉 那有一些人说 我已经跟他有十几年 那我只能说 你自己回想 是不是在前三年的时候他热情很满 到后面确实这个人 已经跟你之间的那种情感 已经慢慢的走向乏味了 记住 不论任何的关系 都不需要用力的去留住 因为留不住都是白费的义气 因为他是有一个自由牌 非常的强烈 人生能够遇到几个真心爱自己的人 就已经是幸福了 但是比较多是擦肩而过 那这一个人确实在你的人生程度 他的真心程度叫做擦肩而过 可是刚开始 他确实有对你认真 那是来自一种热情度 所以他会变成说 如果我们说以十分计算 他是八分的程度 因为他活在幻想里面 那你要记得 在任何的关系 不一定说要一辈子一眼 就觉得我一定要跟这个人在一起一辈子 不对 因为不论是爱情跟友情 记得 不要是预测长期的 那就是不现实 宇宙说 跟这一个人不要预设 你要跟他长期的做朋友 做恋人 或者是共度一生 你们必须要自然而然的相处 来 这一个有一个魔术师 命运 会把你们带到哪里 就哪里 记得你们要顺其自然 在适当的时候相遇开心的过 痛快的过就是已经一种馈疹了 剩下的记得顺其自然 这一段关系如果太过于纠结 会尽早的让自己结束 甚至活得很累 因为他要的是自由 所以也不能有拘束跟束缚感 如果你们已经分手断年 你们留个言 给我知道 是不是就是因为 你们可能有让他觉得 感觉到想绑住他 所以他跑掉了 所以你要明白 曾经有说有效的那一些人 如果如今 现在连话都说不上一点点 甚至直接就失去联系跟锻炼了 你要明白 那他就慢慢的荡出你自己的生活 他去追求他自己人生中的快乐 那不能陪你一起分享 他快乐喜悦或承担责任的人 那这个人有什么好留的 我像一开始就说了 我们所属的时代是一个动荡的 我们不可能一辈子就跟一个人 或者是一个模样 我们是会变化的 那友情跟爱情也是会如此的 没有经久不衰的友情跟爱情 也没有历久不衰的友情跟爱情 唯有珍惜当下的什么热闹 以及甜蜜跟一种热情 你们两个人之间要明白 这一段爱情终究会变成陌生人 甚至于能够变成友情就不错了 我们要学会感 毕竟能陪你到最后的人真的不多了 最主要是 不是这个人 好吗 他会去追求他的自由 喜欢我的拍卡 记得给我的赞 香天跟心疗愈你的心 记得订阅起来 那当然啦 不论是有经济困难 或者是还有疑惑的 想要提供免费的占卜 留言加订阅 可以获得20分钟的占卜一切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失去 那当然有其他的配套 像都是会告诉你的 那如果你已经使用了 又想要领取占卜 那记得追踪我的Instagram跟Facebook 只进入会每个的占卜领取 那因为像一次占卜 都一百多个人 所以像还是会耐心的告诉人 你们的问题 一次的问题 他的精华重点在哪里 去给你们做一个迅速的解惑 占卜应该是越解牌 越清晰 而不是越来越迷惑 那想想要帮助于你们 就是更加清晰的面对未来 不要留意万返一些不值得人的身上 要记得 人生中最值得付出的是你自己 那再来就是 香娘上的帮助大家 那当然啦 如果你们愿意 我们一起努力 小儿的赞助香 加入会员频道了 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我们就一起的努力 香会给你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